欢迎继续收听波多转世改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机师 前任的机师饶志强 来接受我们访问 姜兄兄我请教 这个复兴这次空难 ATR72型这个飞机 它已经两次重飞 第二次的时候是就掉下去了 它是一次重飞 一次重飞 对 它不是要第二次再重飞的时候掉下去的 可是它喊了两次 重飞是不是 对它喊了两次 它只有一次重飞 对 那它碰到那么恶劣的条件 为什么它不回来高雄 我先讲一下 所有的这个正确的资料 真的是必须要等到 飞安的相关的这个小组 它会把正确的这个语音的通话 包含机师相两个人的通话 还有就是对外的所有的塔台 或进场台的通话 通通会把重点攻诸于市 那个时候就会大概 会描述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那我们现阶段呢 是以它这个陆陆续 这一个礼拜来的相关的资讯 做一个研判 做一个探讨 那以我的了解 那当初呢 因为这个飞机 它已经飞到马公 那跟一般的这执行任务不一样 一定是再开 人开啊 开情 需要洗干 他希望赶快的落地 所以其实机长的压力很大 他不可能 也不容许轻易的就把这些乘客 在原机遣返到高雄 下飞机之后 机制就来了 相关的政府的什么 民间的这个议员委员就来了 然后这个老百姓就打罚说 为什么前面的飞机坐得下去 为什么其他公司都不下 你父亲怎样 就开始了 所以后面机长要写很多一连串的报告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机长的很大无形的压力 所以他会想尽办法 让这个飞机 当然第一个条件就是先举条件 安全的落在这个目的地的机场 所以不会轻易的再回到马公 回到这个小港 除非机场关闭 天气真的没得到 就是破细形 那我的油也不够 我还要一定要直接飞回到这个小港机场 要不然我一定使命必打 一定尽可能让飞机能够落在目的地机场 所以就说旅客会施加很大压力 对 公司也会承受很大的压力 是 对不对 所以他变成说他感觉有点说 啊好了 就尽量试试看 尽量试试看 对对对 那这个飞机是本来四点钟要从小港起飞 是 那延到五点四十几分起飞 那在六点十几分的时候 这个已经到马公了 是是 可是呢 他在空中大概盘旋了大概五十分钟左右 对 他到七点零六分有说我go around 就是他要重飞 对对 那么在七点零八分的时候 确定从雷达的荧幕消失 也就是说那时候已经逝世了 对 那也就是说他在空中盘旋了大概五十分钟 嗯 那为什么他会在空中盘旋五十分钟 嗯 好 呃这个专业来讲 嗯 飞机到了目的地机场之前 我们会确认这个目的地的机场的飞机这个场面的状况 嗯 相关单会告诉你 第一个 我的机场是不是可以落地 就是门有没有开了 这第一点 嗯 嗯 第二个天气有没有符合标准 嗯 你说门有没有开出说机场有没有开放 机场有没有开放 对对对 我如果没有开放你就不能落 当然 第二个 我如果天气不好你也不能落 嗯 就这两个条件 再来另外一条件就是如果你的场面上有什么状况 或者是有什么障碍物 或者是有什么样突发的这个状况 当然你就要在空中盘旋 嗯 所以只有这个三个条件 是 那你当时的情况就是台风的外国环流 还在马公机场在那边绕 对 他的天气是时好时不好 嗯 为什么因为风强还有雨很大 雨就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视线 嗯 所以说一些能见度 一直迟迟没办法 合乎最低机场开放的标准 嗯 所以这些载空机就会在天上 就跟机轮车排斑一样 等到开放的时候 他才会告诉你 OK你可以开放了 你可以落地 就依序来落地 所以这个时候 他是在天上等命令落地 嗯 50分钟 50分钟 那我们讲 很长 对 呃 基本上 相关的时间 只要你的油量够 嗯 那基本上还是会在那边待命 嗯 因为总比你回去好 嗯 那除非你到了冰果油量 就是真的没有油了 你没有办法待命 所以你还是要 让这些最后的油量 保险的把你的飞机 飞回到出发点 嗯 或转降到备降机场 是 只有这两个方向 那那时候他的油量 还足够回去小港吗 对 我们讲的就是说 飞机起飞 有几个限制 跟几个必备的条件 这飞机他一定会带 从起飞的点 到过程中 一直到你的这个 目的地的油量 嗯 再加上你在空中 待命可能20分钟 到30分钟 到30分钟的油量 对 再来就是说 转降到备降场的油量 对 所以这三个 一定是你油箱里面 基本上必备的油量 对 对 那他在空中 已经 这个这个盘旋 50分钟了 对 所以他的油量 还够回去小港吗 够 够 够 一般飞旋素 所以机场 这个政绩师都知道 都知道 就说他现在待命 因为待命 那个耗油并不是很大 但是他一定会 保有一个 在空中待命的油量 他绝对不会说 我现在待命 我就赶奥就对了 赶奥就回去 都没办法回去 不可能 回家的票 一定会绝对保有 对啊 你又不能回去 然后你又 这个这边又机场关闭 那你怎么办 那就完蛋了 那就完 所以机场绝对 不会做这个事情 绝对是他足足有余 就是最后的油量 他绝对可以 不是马公机场落地 就是回到小港机场落地 绝对有这个把握 OK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说 这架飞机 这个 这个坠落的时候 其实是偏离航道 是 你觉得他为什么 会偏离航道 好 这个我们也是揣测 以我的经验值来猜 预估的这个状况是这样 这时候当 马公的这个塔台 允许这架ATR的飞机 他开始进行降落的航线 懂你说话 但很久 赶快就下去了 下去的过程中 因为在北边的跑道头 他只有个非精确的进场 非精确进场 那南边有精确的进场 那非精确跟精确怎么分辨呢 就是简单说 就是精确进场 电脑自己的背 你只要 我们讲monitor 就是监管他的状况就可以 你可以多余时间去顾别的事情 跟这个台湾天风不好 你去稳定你的操作 其实比较简单 偏偏就是这个南边 栋梁跑道 它们不开放 它只开放北边 就是只有飞进去的进场 那边可以开 那飞进去的进场那边不行 不行 那飞进去的有什么差呢 飞进去的就是说 你自己还要花脑筋 多一些时间去飞这个飞机 让这个飞机尽量能够 照着它的这个 我们航向的轨迹 去找到那个跑道 而且这个飞精确进场 最后的这个进场台 你到了这个目的地之前 跑道也不在你前面 可能侧在一边 你还要花时间去 重新去对这个跑道 增加你的操作困扰 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 天气也不好 它变成它交互检查 有点舒适 我们猜测了 它在飞的过程中 又有那么大的侧风跟风切 它要去 去更快的想办法 去对准这个跑道 再来又看不到 当它最后要看到的时候呢 可能天色也暗了 雨又很大 海啊 不晓得有没有看到跑道 但到最后一个决定高度 它必须要重飞之前 还有另外一次 有可能 高度太低 去插到那个树林 对 或插到民宅 对 所以这个可能性很大 所以我们简单讲 是不是因为 它从北边进来 增加了操作的困扰 让它没办法分神 去注意它的高度 是不是在符合 它的下降T2过程中 造成高度太低 风又摇摆不定 对 去撤到其他东西 导致它要重飞的时候 因为飞机速度也蛮快的 去撞到东西 你要再重飞的话 那个稳定性不是那么高 也不一定能成功 为什么 因为你撤到之后 你飞机变动作之后 你那时候瞬间 你的这个升力 你就上市很多 你上市很多的时候 你要再重新再低空 这么重的沸点 你要让它稳定起来 又外力的 侧风的因素 你就不大可能成功 那还没有建立同时 你还可以向量往前 你还没有建立同时 你就又 接着又撞到民宅 低的东西 又撞到其他东西 造成这个重大的实施 有这可能性 有可能 它在插撞树梢的时候 会不会那个螺旋档 其实已经打到树了 极有可能 但是因为螺旋档 毕竟它在插撞过程中 飞机在进场阶段 它都是 这个机头比较高 所以它会相信的 它是尾端 撞大的可能性比较高 那基本上 如果它的螺旋档 撞到树林 它可能就挂在那 就已经失事了 所以有可能是尾端去撞到 尾去撞到 尾去撞到 撞到造成不稳定之后 风又很大 那飞机又可能 这个姿态又不对 那后面就造成 一连串的错误 是 好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饶志强机师 这个志强兄 他飞过台湾的战机 F-16 那么也飞过民航机 也飞过747A330 那总共你飞过多久 我飞超过 20年 差不多17、8年了 17、8年 我那也很资深 是 好 所以我们今天请他来 就来谈复兴航空 为什么这个会失事 这么好的飞机 那么这么资深的机师 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 气候因素 如果气候是这么的恶劣 那么到底澎湖 会不会常常碰到 这样的状况 好不好 来我们先休息 进广告 谢谢大家